赚大钱发大财是许多人的愿望 历史上一古古的淘金潮 都是欲望的见证 虽然笑到最后的人并不多 即使找不到金框 还是有人能拿身体自然代谢的黄金来发大财 这是真的吗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客客客栈 哈哈哈哈点 人活着啊就是为了吃饭 全台都在较紧急 我们的客家好朋友当然也不能弱于人后 今天就来跟大家介绍 清代客家发大财的第一人 黄南酋AKA 凤满丁嘎发大财的三大缺招 相信在黄老板的指导之下 大家都会一起发起来 持久世纪的台湾 汉人已经攻占西部平原 进入山区开墾 大清国政府为了避免想发财的汉人 和山区原住民产生冲突 采取了隔离原则的爱人 啊咳咳 所谓的爱肯制 是要求汉人开墾三地时 要设爱来阻隔原住民 开发商需要集资招募壮定来首爱 或者外包请人代工 我们故事的主角汉人蒙南区 也在23岁加入开墾 唱起爱墾才会贏 最后更是自己肯号自己做 成为开墾界的新创Ciona 要在这么多人投入的开墾风潮中 脱颖而出可不简单 3D开墾也不是设个爱就相安无事 对原住民来说 你可是躲我身零啊 双方打打杀杀家常便饭 而这可如何是否 有一天 黄老板在上厕所的时候 看着自己的大大 一个突发奇想 黑公有你做的偶出太太的风景 继续闻人 天中要人狗记忆哦 如此有见地的黄老板 于是把黄黄的香蕉 集成巨大的黄金放在路上 路过的原住民朋友看到全傻眼 快逃啊 敌人是大人过来的巨人啊 一个惊吓纷纷手刀逃窜 开墾 持工 连上个厕所都能迸发创业灵感 这就是冲胎钱给挑天啊 T3酒 滚送喝酒 AKA滚送酒家 四条世纪后期 许多国家看着台湾口水滴滴流啊滴滴流 新国政府为了宣誓主权 决定积极进行山林开发案 试图将山林纳入版图 但政府拿奥巴巴掌握山区开墾的妹妹Gaga 而只好BOT解决 我们的黄老板 先是协助政府平定动论 又帮忙安抚原住民 当然也就承担到政府的山林开发BOT案 得到新组总铁夫的称号 成为开墾新创圈的独角兽 跟风 创新 官商勾结 官商合作 这就是发大财的秘诀 你学会了吗 吉利沟拉手的这篇 黄老板 欧死哈凡发大财的故事 其实起源于世界各地 都有着大人国民间传说 只是主角换成了商业成功的 知名人士黄南球 那你的英雄不是我的英雄 这个故事筹划原住民的形象 也忽略了族群冲突的真相 在今天 共同生活在台湾这块土地的晚安 学习各种尊重 包容 友善 那又该如何看待或烦醒 祖上代代流传下来的故事呢 这题没有英雄解得出来 就要请各位客家朋友 一起去追寻啰